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個AQTSOLVE 我們現在繼續做一下這個抽磚井抽水的試驗 然後這是多井的不是單一個井的 我們開始一下 那主要是要從精靈開始 我們從這裡開始 Pumping test with the OK我們這邊是選multiway這一個 那我們這邊 這邊還是一樣跟之前一樣 我們用help來幫助我們 因為help大家就比較會照這個順序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就是在help說new help help在這個multiway我們選這個 然後你用help一直把它看下去 然後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他還是要給一個抽水的比例的 從這個import 他一個是觀測的這一個 那有蠻多井應該就 我是覺得應該是要這個 應該是要這個 應該是要這個 輸入兩個井 我們用兩個井就好 OK好 我們按next 然後來看一下說明 這個是沒錯的 單位也都OK 下一步 那這要輸入我們的這個project的 名稱 這個隨便你輸入 不是很重要 然後再過來我們再看一下這個 acqueryfile含水層的 飽和的這個 含水飽和這個厚度 我們看一下 那我記得好像是100 OK 是100沒 從這邊有寫 再繼續下一步 那這是一個名稱 那我們 我們500W 我們也一樣花輪 因為是 新的這個 新的井 OK 我們下一步 然後這邊來看一下 他是選哪一個 這邊有幾個可以選 井的這個configuration的外型 這跟我們的選的是一樣 OK 預設啦 不是我們選的一樣 那這邊是 這個R 這個 Wheel Cashing 內進 外進 他的內進 到這個 REQ 到底多 我們是先看這個 我們看一下 OK 0.2791 0.333 OK 我們就下一步了 OK 我們就下一步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他這邊是 PW1 就是這個 這個Pumping Rate 是3 這個我們有 有 可以把它打進去 不過 也不用打 因為已經 我有做 做這個PW1的這個 直接就可以了 他就說我們輸入成功了 就是這一個 等於 OK 然後 我們還有一個新的井 OK 因為 有好幾個嘛 OK 我們新的井 那這個一樣他會跟你講 可是我們這個 要換了 我們稍微改一下 我們叫EW 然後我們這個 剛才是5嘛 我們這個譬如說10好了 這個也是10 隨便 來跟下面的不一樣 那這個 還是一樣 是這個形式的 然後 我們這個0.27 我們就要 0.25好了 這個0.3好了 隨便 因為這個 總不要跟他一樣 但是隨便你 OK 你要輸入你專井的那個 那個管的 鏡 的半鏡 OK 那這個他有說這個 他的這個 數據是這個 那這個我們 是在這個 他有內建 USB Recovery 裡面 你view他這個是 我有 這是他內建的 OK OK 成功 所以這邊來 你可以跑到800這邊看一下 真的是跟他一樣 800 1.86 這個是一樣 OK 那我們再完成了 好 那我們這邊弄完之後 之後咧 我們就看一下我們的圖形 這邊 那我們在這個裡面 我們要 看一下我們這個是 Type是沒錯 我們的Wale 這邊有兩個 OK OK 好 那我們 用Solution 我們他這邊有3 15個 我們比如Wale Ball 我們選第一個好了 看能不能跑 這就算出來了 我們 用這個Automatic 再弄一個 OK 他的這個 數據已經OK了 那你可以在這邊 可以亂給一下 然後再 重跑一次 OK 那你當然 也可以在這個Equision 這裡面 你可以在這邊 移動你的數據 好 那我們另外 再看看 再看看 我們選 第二個 看 Wale Ball Skin 用第一個 來試看看 那這個 一樣可以去 跑 這我們都把它亂看一下 因為抱歉 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 只是 就 怎麼去操作 這個而已 OK 那這邊 有什麼 東西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OK 好 那我 這一個 Pumping Test Multi-Wale 抽水 多井的 這個 範例 就 做到這裡 截止